主席我想請國化會的主委跟經濟部的次長 好 主委次長 黃委員長 黃委員長 部長 次長早 我想最近在我們 尤其是前兩個禮拜 那個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來到台灣做一個演講 那做的那個演講其實還激起蠻大的一個迴響 我要請問的就是說 主委跟次長 我們在看到馬雲說 他要投資100億到我們這個地方來做一些創業 你們的看法跟你們的想法是什麼 從正面上來看 這個表示國外的這個企業家也認同台灣的青年 在創新創業方面會有很好的潛力 這是從正面上來看 從負面上來看 他可能是各國在創新的人才跟個案上 他們都覺得有所不足 所以大家都考慮在本國之外去找尋更多的創新案源 好 那個次長你的看法呢 黃委員 基本上我們經濟部是歡迎任何能夠促進我們台灣 創新創業 尤其對年輕人有幫助的一些措施 那麼但是我們站在經濟部立場 只要是符合我們台灣大陸地區來投資虛口辦法的規定 我們都歡迎 我想次長我們大概比較憂心的有幾件 第一個到底他來這邊投資100億 是用外資呢 還是用入資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多人有很多餘利的一個地方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在整個我們一直講說 我們要打造台北小細谷 可是我們看不到整個中央在這個上面所投資 我們應該有的經費跟應該有的這個通盤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兩位在這個上面 我們怎麼釐清 怎麼來處理 跟委員報告 這個有關青年創新創業的部分 涉及好幾個部會 所以行政院是由副院長組織一個創新創業的一個政策匯報 由四個政務委員來做督導 整合所有部會 那四個政務委員 包括了馮燕政委員 蔡玉琳政委員 還有這個顏洪生政委員 還有這個我本人 有四位 有四位 好 那我要請問的就是說 那對於馬雲這樣子的投資 你們是把它列成中資呢 還是列成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公司 因為現在馬雲他對外只是宣布一個大原則 細部的部分我們目前還不知道 所以我的了解也還沒有接到申請案員 所以目前無從判斷 無從談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他來有這麼大的一個迴響 而我們自己在這裡做的 我們的迴響又在哪裡 我想你們兩位都是 常年在我們經濟部門的單位在做 那我在高雄有看到一個高雄志冠 我相信兩位去過了嗎 去過 去過 好 那高雄的志冠 大概我們經濟部當時給他支持了多少的力量 然後他能夠創造多少的就業市場 目前有多少的回想回來 能不能請兩位跟我們回答 我的了解志冠的部分 我們大概是在主導性跟數位內容的計畫 有一些補助他做研發的部分跟產品開發 對 我們補助了他多少經費 他創造了多少 我們可能稍微要一點時間要算一下 因為他的案子不只有一案 他好幾案要加總一下 我在這裡要提醒你們兩位 也可以說是在我們國家裡面經濟發展 應該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高雄志冠 大概我們給他協助 理論上整個加起來 不會超過幾千萬 但是他所創造的市場 以及他可以說是整個遊戲市場 可以打進日本的 大概全世界就是這一家 我今天之所以提這個的目的 我希望我們看到馬銀的過程當中 你們兩位在我們國內 可以算是非常重要的經濟 可以說是創業的這個部分 我不知道你們發揮了什麼樣的一個作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去年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我想也是我們管主委離開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次長應該在這裡 你們都知道 你們當時都是市長 就是對於台北小矽谷 就是在花博的這個位置 我們整個國內 在其他的縣市幾乎是零 尤其是我們大高雄地區 你看志冠也是在高雄 但是他可以創造這麼好的一個市場出來 我不知道你們在我們 尤其是大高雄地區 有港口的區塊 不管是高雄或是台中 你們有什麼其他的計畫可以做 或者有什麼其他計畫 你們能不能拿出一個東西 讓我們外界對 像對馬營一樣 有那麼強大的一個吸引力 讓大家來這裡做創業 台北這個花博創新基地 是我們一個點火性的一個示範計畫 我們本來就規劃 如果它成功的話 就要考慮在其他地區 有需求的地區來複製 在這個同時 我們已經跟各地方政府 請他們提供一些可能的一些區位 來做評估 那目前已經有四個縣市 有提到了 有提出來了 主委 那哪幾個縣市 提的位置又是在哪裡 包括高雄 我想 主委你這樣子講 我覺得對高雄來講 是不公平的 因為當時在做台北矽骨的時候 高雄就已經提出來 只是提出來的位置 可能你們不是滿意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們就只在我們台北做 然後其他的區塊沒有 這是第一個我要講的 第二個 我看到報紙講說 那個教育部講說 那些私立的學校 只要一轉型的話 讓他們去做安養的工作 去做什麼 可以說是長期照顧的工作 我請問主委跟次長 你們對這樣子的看 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你們有什麼看法 那個是其中的一個可能性 因為它畢竟它是屬於公益性質 那學校也是公益性質 它在公益性質的領域轉換的話 是比較是不會引起爭議的 所以那是其中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 你們都對這件事 沒有表示任何的意見 或者你們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可以提供給他們 有沒有 目前因為我沒有參與那個小組討論 所以我不太了解 那什麼人參與這個小組討論 總該有人參加吧 因為主要是教育部在負責 所以主委我在這裡為什麼要提這件事 因為很多的私校都有很多的科技的博士身在那裡 博士的教授在那裡 今天你說在台北 只有一個台北小細谷 是要去跟花博拿那個土地 那麼我們在做所有私立學校的時候 當時我們中央政府 我想中央政府是一體的 中央政府絕對不會是經濟部歸經濟部的 教育部歸教育部的 其他的部會歸其他的部會 所以今天對一個私立學校要轉型的過程當中 有那麼多的學者專家 同時我們在其他的區塊裡面 你不能因為說私立學校是一個公益 我們在做創新產業而不是一個公益 我們要不要思考在這個過程當中 類似小細谷 例如我舉一個例子講 像永達他退場了 他早變成要轉型 成一個不管是安養中心或者其他等等 他整個的土地的面積是非常的廣 我們要不要試圖在這個當中 我們國華會或者是我想要退場的學校 現在應該不只一家 應該有很多家 要不要把這些學者專家 以及我們那些土地 在做我們整個創新產業當中 例如一個小細谷等等 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你們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因為地點的話 我們要經過評估了 因為這個在有關創業環境的時候 還要聽取創業家他們的需求 到底那些地點適不適合他們來做這個選擇 那原來台北花博的案子是因為 國發會跟了許多的青年創業家討論之後 大家比較認同的一個點 那至於其他點 我們還要跟其他地區的青年創業家 再來做進一步的討論 我希望主委跟次長 你們在你們趕緊跟教育部那邊 有一個平台 到底有哪些學校是準備要退場的 然後這些學校裡面 有多少科專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部分如果可以把它提供過來 甚至於比我們縣市首長所提供的位置 要好的很多 我們要不要在比較短的時間內 多久的時間內 能夠做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我想我們會來跟委員這樣子提到這個點 我們會先跟教育部先取得這樣一個資料以後 我們再來做評估 我們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成果出來 以上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的諮詢 謝謝部長跟次長 好 我們接下來陳明文 好 主席我們請